花蓮市公所办理的2021小城市生活 《哥来去蔡奇亚》系列活动已经陆续登场 其中电影上菜首场活动在花蓮铁道电影院热情展开 市长魏嘉贤表示希望借由一系列的活动 让大家能够反思并珍惜身边的食物与资源 2021小城生活《哥来去蔡奇亚》系列活动陆续登场 其中电影上菜的首场放映活动是在花蓮铁道电影院热情展开 播放纪录片五星级明日餐厅 抛出饥饿议题和粮食危机 让人反思珍惜身边的食物与资源 那今天的电影大概主轴都是以纪录片为主 让大家了解到食物的重要性 那还有我们过去有很多剩余的食物 造成了很多资源的浪费 那我们忠心期盼每一个人在餐桌上的食物 都能够善待然后把它好好的吃完 那不要多点过多的食物 造成食物的浪费 那我们知道地球资源有限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珍惜 我们身边的一些食物跟资源 那我们希望未来菜市场 这一个系列活动 都能够得到更多年轻朋友的一个响应 那未来能够重返 我们最有人情味的传统市场 让传统市场的人气 能够重新重新的来回温 那我们希望这些系列活动 能够得到更多朋友的认识 应后座谈则邀请到多年来致力于 盛食推广活动的杨七喜 亲自到场和民众交流 她表示除了污染之外 盛食所产生的碳排放量也非常可观 因此如何从尾端盛食回缩到产地盛食 必须要集结大家的力量 希望大家不只是要把自己盘中食物吃完 更要发起消费者意识 要远离浪费食物 多来地在齐亚 好好看电影 记者 许丽琴 欢迎视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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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